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抛析 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中美贸易战 双方的武器都陆续浮上台面 我们现场等一下来个大PK 而当中看起来 华为真的是非死不可吗 除了Google之外 现在包括脸书跟IG 都说不支援华为了 川普甚至放了话 哪个国家接下来 还要使用华为的话 那美国就不再分享 敏感的情资了 另外在相隔离达的对话 这火药味也蛮浓的 大陆的国防部长 呛武统台湾 而解放军也这个时间 试射了巨浪三型的导弹 而且首度在海面上 发射卫星成功 这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另外这周末呢 蓝绿党内初选都很激情 除了有电视的政界发表会 还有造势 话题非常多 赶快介绍今天邀请到的 三位来宾 首先是丹章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 黄介正教授 欢迎华老师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以及国安反抗特型专家 李天夺 永浩大家好 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 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双方都有很多 制裁对方的一些方式 我们今天特别把 比较相似的一些武器 给它排在同一个类别 来做一个评比 当然我知道这个很多规模 很多实质内容 恐怕机关枪跟飞机 是无法一起来比较的 但我们尽量把它放在 同一个项目 来请三位来宾 帮我们点评一下 首先我本来列在第五位 但是这个周末有新的发展 我就把它先 掀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美中双方 这个项目当中 如果真的要把它当武器的话 哪些优势或劣势 看一下 川普看起来 最近打台湾牌 打得蛮猛的 再来是习近平这边 打爱国主义 因为据说 也不只是自己 大陆国内 有很多的民族意识之外 现在特别发出了 赴美警示 很多讯息内容 提醒中国的公民 到美国的时候 可能包括在海关 或者是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 都会有一些遭到盘问 或者是进一步 被约旋的这样的动作 我们等一下请到来宾 不过当中 这个打台湾牌 这个周末有新的发展 给大家看一下 上周末 美国的国防部 出了一份印太战略报告 当中把台湾 列成了国家 哇 这个文字一出 引发了关注 或许有人觉得说 这是台湾媒体 做的翻译解释 可能有些立场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原文它是怎么写的 这当中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 文字的叙述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 加强伙伴关系 特别提到 It's democracy in Indo-Pacific 在亚太当中的 民主体制区域里面 包括了 Singapore, Taiwan, New Zealand and Mongolia are reliable, capable and natural part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包括了新加坡 台湾,纽西兰 跟蒙古 是非常可靠 有能力的美国的伙伴 All four countries 这四个国家 contribute to US mission around the world 这对于美国 全世界的任务呢 贡献良多 你看到吗 All four countries 哇 这个字一出现 台湾变国家了 说问一下老师 国际战略的专家 这样子有没有违反 三公报的一中原则 美国国务院一定会说 我们这样子的描述 只是对于一个事实的陈述 并不代表 我们改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他会这样讲 可是过往的文件中 列成文字 不会写成country 因为我自己交锋很多次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印出来 然后把它highlight 跟他说 对不起 你确实有用country这个字 他就会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一定会说 他说我们在描述这边 一直到前面一句话 都是用partners 都是用伙伴 在这边 因为提到很多个国家 所以我们如果写国家和地区 的话对你们更不尊重 所以 你如果故意放大country这个字的话 可能与事实不符 请贵方不要扩大解释 美国国务院会这样讲 好 那如果说对于台湾不够尊重 那写成country 可能对北京方面 又不太尊重了 对美国的角度来讲 那当然 因为北京一定会抗议 每一个字在外交上面都有意义 那么可是我相信 美国基本上并不会故意安排这个字进去 去译含义 去解读说我们美国现在要开始慢慢改变这个政策 你说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 我觉得就 他们觉得这是通用 方便 顺畅的用语 而不是故意的政治意涵 好 但你看一下台湾的媒体报导就说 把台湾列入国家的名单当中一位 此举是要引起 中国大陆的注意 来挑战长期以来的中国主张一中原则 委员这一部分的话 当然就各自来解读了 如果是要引起北京注意的话 要引起什么样的注意 要达到什么样的最终目的 坦白讲 你跟美国人聊天 他也会说 台湾 is a beautiful country 他难道会说beautiful region吗 beautiful island 这太奇怪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顺口 顺口 顺口 顺过去啦 如果他讲说什么 country and region region是特别针对台湾 那有点失礼 何必这样 所以我是同意教授的讲话 不用大惊小怪 但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如果说绝对不要大惊小怪 但北京方面显然相当介意 因为这个上周末出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的时间是6月1号 我去特别观察一下香格里拉对话 6月2号 大陆的国防部长说了什么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香格里拉会当中 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说 要履行台湾关系法的义务 提供给台湾防卫性的武器 让台湾民众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 那大陆的国防部长就说 台湾关系法是哪个法 台湾的法 美国的法 还是联合国的法 他认为说 怎么可以用美国自己定的一个法 去干涉台湾 干涉中国大陆的内政呢 那中国军队别无选择 如果外地来干涉的话 不惜一战 不惜一切代价 坚持可以要维护统一 就是被大家解读称 呛武统的这一部分 请教一下天罗哥 如果大陆不会介意的话 6月1号出了这样的报告 6月2号 大陆国防部长马上呛 所以他们显然是介意的 对 我对这一点的话 就是说 从情报的观点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跟黄老师 跟那个郑亮的委员的看法不一样 不一样 第一个 你要看 以前在他所有的文件 对外里面有没有过 没有 以前非常紧急的很小心 他们绝对避免用这个字 那在特别是白纸黑字写下去 你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还可以翻 那第二个我认为 这个是川普有意把它加进去 在里面挑衅 你认为是有 那作为他在美中贸易战里面的一个筹码 因为他始终又用两路 国防这一路讲得很强硬 而且动作不断 那所以反过来 对老公来讲的话 他也是立刻反应 所以这个 我绝不让 所以相关理大台湾的话是马上立即性的反应 隔一天嘛 对 所以你认为这是川普蓄意的挑衅 大陆方面立刻做了回应 对 这个呛武统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去解读的话 非常小可 因为以前看到的是解放军的退伍的将领 放话 这是国防部长 国际公开场合直接呛 有没有涉及到台湾的国安问题 这个如果讲起来当然涉及到 那为什么蔡政府之前可以开国安会议 这次没有开国安会议 我个人 如果说以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小英觉得很好 因为对他来讲选举有利助权 而且在这个阶段显示 他走亲美的路线是没有错的 有利所以就不用开国安会议 他就不用开了 第一个不用开 第二个 而且他那时候开国安会议 跟现在的状况又不一样 他现在是 他已经话讲到这个前头了 然后接着马上他的巨量飞弹 巨量三度飞弹就打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面是美中矫禁之下 那很显然的台湾的位置 又被往前推了一步 而更上火线 更上火线 站在情报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就不乐意看到 不过看到这个话 国民党马上就就抱怨了 因为北京一呛 又帮绿营助学 你会担忧吗 我不会担忧 因为到选举还有半年 还有半年时间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事实上大陆那个魏凤和部长 他是回应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的讲话 他并不是说自己都突然发这个言 而是因为美国有一个讲话嘛 而且他你看他那个内文 他直接讲他说旅行台湾关系法 要使台湾人民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这句话就隐含着说台湾人民他可以决定要不接受统一啊 他当然是有这个隐含嘛 所以魏凤和是针对这段话在访 但是他的讲话的内容文字如果是针对回应没有错了 但他如果没有被授权或者是没有一个本来之前的准备 他应该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本来就预期 江里来这个场合就是火药会很浓 因为摆明的就是你要不要加入美中贸易战嘛 站在我们这边嘛 然后军事印太战略你要不要支持嘛 这摆明的就是要呛的啦 他们知道美国要讲什么啦 所以他们也就准备了同样火药的话 所以一方面回应了 不过这句话也是有准备的 有准备的 我们看到贸易战这个礼拜出现的 比较多的一些浮现出来的轨迹 是包括政治层面跟军事上面的一个角度的延伸 请教老师因为刚才听多哥也提到了 台湾等于是被更进一步推上火线 在这样的当下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又刚好是要大选年 所以被推上去的机会是 下半年越来越高的 台湾有没有准备自己任何的一个战略 台湾 我相信大选年其实是个好处 就是把不同的声音应该怎么面对台湾的未来 由不同的政党的不同的候选人提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因应 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两大主流 两大主题 一个就是说 我们跟美国是like minded 我们跟美国的不管 政治制度 思考模式 社会开放 经贸往来 都是最强 美国又是我们最大的 国防安全保障 所以 没有什么选择 因为那边断链 不接我们电话 已读不回 所以清美是唯一的王道 那另外一个主流就是说 不行 你台湾最好的战略 应该是同时能够处理跟两强的关系 比较好 我相信这一次在选举中间 这两条路线会有比较多的辩论 台湾有没有战略 台湾一直是希望能够求生存发展 那么过去跟其他周边国家一样 就是经济靠大陆 安全靠美国 不是只有我们而已 包括我们所有周边的国家 都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 台湾不跟大陆做生意 就输给日韩 那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的战略想法 基本上两个主轴 那这两个主轴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认为 要跟大陆站在一起 我们大概就这样子 只是我们的选择而已 关键在哪里 每一次我们总统选举的时候 都会有一次让选民表达 战略方向微调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次目前 在美中这么高张力的对抗之下 我觉得 也是一个陷入的选择 选择一边的说法比较简单 民众比较懂 但是说要两强都能够管理这个关系 那就要需要花比较长的 三句话对三页的说明的这种压力 因为清美是唯一的一条道路 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一句话就讲完了 但为什么要跟大陆和美国同时维持 可控的可管理的两强关系 那这个可能就要超过一页纸 才能够讲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所以你看在媒体上的论述有多重要 媒体再怎么做 新闻就是一分钟 所以真的很难完成 有的时候越简单的 就是直接越让民众直接听懂 因为最后剪接了以后 大概就12到18秒 你讲不清楚的话 民众就没办法收到那个讯息 是 所以这次这个限度之间 到底民众能够知道 有多少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有更多论述机会是重要的 我们来看这个 相对于美方的打台湾牌 在这段贸易战延伸的过程当中 现在大陆方面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爱国主义上个礼拜我们聊过了 最近还发了一个赴美警示 说提醒中国大陆的公民 现在美国方面开始包括了 你进海关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盘查 上门约谈等多种扰民的方式 是否真的出现 我们不妨网路上的朋友 你最近刚好去美国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做个参考 另外美国方面也锁定了 中国在美国的顶尖人才 审查北京往来的研究人员 限制学生的签证 所以我请教下委员 会不会接下来包括了 一些高端的 在美国的不管工程师 或者是高等学府的一些留学生 会是美方下一波的对象 你讲的是大陆 对 大陆在美国 大陆事实上 因为川普上来之后 他删减了一些研究经费 对大学的补助 那大陆 事实上那些人都已经是美国 美国籍了 那他就要各处找经费 那坦白讲 他们在美国找经费的本事 当然比白人差 所以他们当然就 回到中国去找研究经费 那结果就有一些人就沾上了千人计划 那结果没想到这个被川普盯上了 坦白讲最近有几个人就是因为这样被解雇嘛 很冤啊 我觉得这些人不一定是故意的 他就在做研究 那就 因为川普现在对千人计划就是盯上了嘛 那还有美国一些比较好的大学跟实验研究室 最近大概找大陆的可能性也开始降低 比如就传出来说MIT 好像去年就 今年就没有大陆留学生 MIT 就是我们讲理工科 那其他的大概没有那么明显的限制 所以确实会发生 而且可能已经在发生当中 这对美国自己的高 还有比如说矽谷 矽谷现在美国有一些新创公司找钱 那也不敢找大陆的钱 事实上大陆的钱占矽谷大概17%左右 这个钱也不小啊 可是他们现在就怕 不知道川普后段会做什么事啊 这个事情其实你分析来讲 你锁定大陆的高端这些知识分子 其实对美国自己的研发创新也有伤害嘛 也有伤害 也包括资金啊 因为这些人多少还是跟大陆有一些关系嘛 那他们有时候可以带一些大陆的资金过来嘛 那也有一些包括企业的参股啊合作案啊 这个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啦 可是目前就是这个氛围嘛 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在华为的部分 之前是Google不支援 这周末包括了脸书IG也不支援 我们之前分析过华为在 大陆自己内部跟海外市场大概 几乎是快将近一半一半 所以海外那一块真的可能会受损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三天前跟华为台湾的高层 我有问他一些问题了 他说事实上并不是说不准用 是手机出厂的时候内建 不会有谷歌的APP 不会有脸书 那你下载可以安装吗 可以当然可以 可以再安装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freeware 那本来就是自由软体嘛 可是你自己就要去网路下载 那比如说华为现在他不是要用 鸿蒙的OS嘛对不对 那在海外叫方舟嘛 那个方舟软体他APP的store 他就不能用google store 那他就会叫做方舟store 或鸿蒙store 那他也会把脸书放在上面 你可以自由去想 你可以相容 可是他不会内建 不像说我买了一个手机现在 上面就自动有脸书 所以我们现在概念要搞清楚 就是说他并不是不准用 而是他不能内建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些媒体的报导是 我是觉得有点错误 好 其他添多哥 这不是我们讲的 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美国的前总统说的 他说1979年以来 中国跟其他国家 发生过多少次战争 你知道吗 一次都没有 我去看一下1979年 应该是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发生过之后就没有了 但我们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建国242年的历史 只有16年是真正的和平期间 根据这位Jimmy Carter前总统的说法 这让美国变成人类 是一个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我们浪费了30年 我们浪费了个十百千 这多少亿啊 太多零了 的美元在军事相关的开销上面 中国没有为战争浪费一毛钱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各方面发展 开始超越我们 天都哥你觉得这段话 因为其实军火工业对于美国来讲 它某种程度带动了很多 因为它是火车头工业 带动很多其他的经济发展 但相对同时 老罗斯福也讲过 军火工业在美国是绑架了政客 绑架了政治人物 对 7年要消耗一次过剩的军火 要发动战争 你怎么看他这段话 这是为什么卡特总统 一直被美国很多人 我们接触过很多人 都瞧不起的 就是说这个华山总统 因为他没有touch这一块 你从接下来从雷根尤其到小布希的时候 那根本就是明明白白的一处一处挑 可是到川普的时候 川普这段时间接欧巴马这段时间的时候 几个地方挑都没有挑起来 从中东 然后甚至于包括乌克兰那边的 那边的那个跟苏联的 然后到北韩这边的 处于边缘处于边缘 现在大家也知道了 战争的结果就是 唯一获利的就是美国 所以 蹦蹦蹦蹦蹦 蹦到了奔点 大家都退 嗯 就是避免战争发生 那这个避免战争发生 可是 你看 但是川普他现在的很多做法 他发觉我不用这个的话 我用什么 石油 石油的话是沙务地在那边协助他 那他前一阵子也是打伊朗 也是为了石油奔到了奔到了点的时候 可是发觉 打下去以后这个代价太大 嗯 所以他反过来 他从关税从这个贸易里面一个一个挑来打 嗯 所以关于 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他在剩下的这个一年的时间 因为要选举 但是不至于去发动战争 可是 这个将来军火的走向 因为整个的世界上的这种战争的形态已经变了 嗯 可能他们在有些方面会萎缩 但是转过来 加强于哪些方面 太空 太空跟卫星 直接的无人飞机 子子量子 这些方面转 所以川普把大部分的投资 就是在国防工业上画到了太空上 以及南北极的增援 好 其他层面的贸易战衍生出来一些面向 我们稍微回来继续聊 周美贸易战每个层面的武器 我们来做PK今天 我们来看第一项是什么 这个 这个礼拜就是川普又呛了 3000亿大陆的商品准备要加税 什么时间 可能在G20之后会拍板定案 那对于这部分相对应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方面的武器是 停买美国农业跟畜牧业的产品 这当中很多是川普的票仓 有人说郑重要害 至于这两项的点评 我们先来看一下 3000亿大陆商品加税这一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 全部加进去的话 等于是全面加税 那生活消费用品 涨价之后呢 美国民众会很有感 当中谁最有感 川普自己的粉丝可能就有感了 因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一幕 上面为大家整理出来 海湾有个韩流 所到之处会卖很多纪念相关的 这个韩粉的一些 不管是T恤啊什么 对不对 川普竞选也要卖东西 当中有那个卖 这个他们购会长的小旗子 一些PIN 据说大陆方面已经接到订单了 那你再去看一下 他的领带上面翻过来 帽子里面掀开来 所有的标签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所以这些川粉 参加竞选造势场合 竞选场的时候 可能买一顶帽子 本来20块 现在变25 30 都有机会了 所以谁先开嘛 搞不好川粉自己先开嘛 为什么东西都变贵了 会走到这一步吗 老师 我觉得消费品 一般消费品来讲 它有 它还是有分必要的 比如说 卫生纸 这种消耗品 另外一种是相对比较奢侈的 或装饰用的 你说帽子换一顶 还OK啦 领带不买 也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 真正比较结构上面来讲 中国大陆压力比较大 结构上 结构上来讲压力比较大 当然你可以说老百姓认为 就说我现在的消费品中间有一些涨价 因为Made in China的东西太多 但是它的选择性也还蛮多的 不要忘记喔 那个 不管是apparel 就是衣服啊 衣物 那些 那些中国大陆市场 老早就被转出去很多了 这个东南亚很多 都是由那边出品的 所以你现在看美国 其实也有很多知名品牌啊 后面打的是柬埔寨啊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般民众 你如果要把这个 买一个某一个消费品 所汇集起来的反川普 或是对于川普的贸易战的政策 形成一种有效的反弹 或者是抗疫的力量 力道没那么大 去跟那个真正的被克征关税 会动到这个双边的这个结构的 来讲的话 它的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很难 很难说 因为不买 你说玉米吗 没有买 其实美国强迫其他国家买也很 过去也有啊 就是 所以 我尤其是在美国选举的时候 他一定会做多啦 就是所有他的铁票区 可能受伤害的部分 或者是说 让他可以流失票源的部分 他都会做多 最起码 因为这些都 对政客来讲 这是短期现象 我只要在投票前的几个月 我不要让他出来 我的就业率仍然高 我的股票仍然在涨 他基本上维持那个盘势 他就可以撑过这个 因为现在包括了政策性的补贴都已经出现了 对 不过这个转单效应 问一下田螺哥 因为提供美国的农产品 当中像是大豆啊 就找到巴西 对 俄国 你有没有觉得间接来讲 好 单一采购次数 可能就是这次的采购了 但是因为采购而连接起来 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反而是让中国大陆 包括了像跟一些中南美洲的国家 更加的经贸结合 这才比较长远的嘛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 特别在中南美这一块 我是没有想到 美国会把中南美这一块 那么不在意 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 说他没有在意的话 那可能 那可是呢 他历经了几个国防部长 然后转来转去的时候 他疏忽中南美这一块 是始终难以想象的 那特别在这个农产品方面 这样子去转到巴西 转到这些的国家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一次的 中美的贸易大战 对大陆来讲的话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们必须重新完全思考 因为一个2025中国制造 这样一句话所引来 这么大的反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自己的 在贸易上的结构 这些问题 包括自己的农产品的问题 包括他们 是不是能够 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这场仗打的时候 特别是注意到 在前一阵子 当这场仗第二度开打的时候 习近平讲的 要想到韩战时候 我们韩战 抗美援朝也打过来 所以基本上 他已经拉了一个调 定了一个调 就是说 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 是一个长期的战 我不惜到最后的时候 在那一种韩战时候 我的条件那么差 我都要打到这样的时候 他有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美国研究他的 是不是在懂 他有些东西 他的话其实都在铺陈 那这个铺陈影响到 后头的整个 所以转过来 在这一次的时候 他在针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当川普已经不再是 刚刚上任时候的川普的时候 他没有很多招数 一步一步顶上来 不让 因为他比他有优势 他没有连任的问题 他打川普的这个连任 然后看在哪些方面 他可以不在乎中国大陆 损失多少 川普能不在乎吗 刚刚提到韩战 不过时空背景 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的 中国大陆的民众 是富起来了 富起来了 跟当年的能够吃苦 是不是一样 那就可能不可动日而语 不过这部分 中美的口水战 这礼拜还发生了事情 给大家列出来看一下 包括了大陆方面 发了一个金马白皮书 引述一下这当中的谈话 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全球人民利益 中国会理性的对待 但是中国也不会 畏惧任何的压力 做好的准备 迎接任何挑战 大门开着奉回到底 任何挑战 挡不住大陆前进的步伐 当然川普就说 北京初尔反而扭曲了 协商本质跟历史 只想推卸责任 在进程的部分 喊话3000亿的大陆商品 要加税 这一部分川普特别讲 在适当的时间 我们可能随时出手 那更可能是在G20的峰会 之后再做决定 韋云你呢 你认为这3000亿 在G20之前 还剩下十来天 你就会有什么观察的一个指标 我认为3000亿 川普绝对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3000亿主要是 手机跟电脑 那手机跟电脑事实上 并不是真的大陆在做 他是过水而已 他是用他的劳工嘛 然后在美国的企业 台湾的企业上班嘛 然后做了组装之后 事实上 林主界也是从台湾过去的啊 组装完就去美国了 那只是说 因为按照国际贸易 就必须算是你这边出口 所以到时候3000亿里面 至少有1000多亿啦 他是直接商到 中国大陆的外商 就是美气跟台气啦 我讲白了啦 那这个对中国有商吗 中国商到的就是 可能他的劳动力 会减少雇佣啦 因为订单会变少 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 因为他3000亿 大概17号开始要 召开公厅会了 因为他有这个行政程序要做 那到时候一定一大堆 美国企业来施压 所以这个就是我做的啊 你怎么交我的税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到最后 会豁免的量会非常巨大 委员认为美国商会 对于美国政府 川普做决定的影响力有多大 因为这些项目 真的就是外商企业嘛 不是大陆企业嘛 你如果打华为 当然对美国 对中国是有利有效的啦 可是你打到它是自己的企业啊 那到时候他工丁会规定 一定要召开将近几个礼拜嘛 那美国商会一定会来表达嘛 说你现在手机啊电脑 这主要是打到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最近也观察到一些现象 我举例啦 比如说中国就不再跟美国买猪肉 他改跟加拿大买 结果加拿大的猪全部都被买光了啦 因为中国的量实在太大了 结果加拿大只好再去跟美国买猪肉 它变成一个循环 那我再举例啊比如说大豆 大豆因为中国今年运气 我也不能说运气好啦 因为碰到猪瘟啦 所以他进口大豆的量从9600万吨 降低到8400万吨 少了1000多万吨 那本来从美国进口大概是3000万吨 聚减到什么程度呢 聚减掉50% 那你刚讲的也没错 他就跟阿根廷卖 阿根廷增加了23倍的大豆 那请问阿根廷的大豆是哪里来的 你认为他不会去从美国倒过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喔 你瞬间你说阿根廷有办法增加23倍的大豆供应量 这我也不相信啦 那你刚刚也提到俄罗斯嘛 俄罗斯现在的大豆出口量 一年只有84万吨 他最近普京跟习近平见面嘛 他说我希望能够到2024年 能够出口200万吨 这个对大陆来讲是很小的量耶 美国是3000万吨 俄罗斯到2024能够出口的量也只有200万吨 所以你说这个缺口要补上来喔 没有那么容易啦 因为国际商品的那种大的结构啊 坦白说那个定数就是摆在那里啦 你说有一项刚刚那个我们 黄教授讲到说成衣已经转移了 那个已经转很久了耶 转到蒙加拉 转到柬埔寨 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你说手机跟电脑你要转 你怎么转啊 比如说广达 广达他在那边做平板电脑 他就转不动嘛 他现在回来的是伺服器啊 因为伺服器只有 那个我们讲那个笔记型电脑 十分之一的量 那他那个量那么大就转不动嘛 刚刚我先讲到这边 让我真的觉得突破莽场啊 这南美洲阿根廷突然多了出 这么多的痘从哪里来的 怎么可能啊 原来是这样绕了一圈过来的啊 很有可能是这样啊 这个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原来国际关系可以这样子玩的 我们来看再其中另外一项 这当中第三项写的是什么呢 美国方面列中国大陆企业的黑名单 然后呢再加上美国的司法进一步的打击 那相对应的大陆做法可以 就是这个礼拜里也列出了 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内部详细的内容还没列出来 但是已经光出 说我们要列出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就已经让很多的外商的企业都非常担忧 老师你来看这个 因为不可靠实体清单 它不针对特定的领域了 也不告诉你是哪些公司被树定 无形比有形更加让人家担忧是吗 是 那么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中架 对 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维持某一种战略弹性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我们不讲科技战 就完全讲关税的这一块 中国大陆还是希望能够收口 就是在某一个节点上面 不要一直在关税大战上面一直纠缠 那么所以现在用的这些手段 到底中国大陆要怎么玩 可以玩哪一些企业 因为这个中间包括到中国大陆 运输 这个相关的这个链路的话 其实回来也是伤到中国大陆自己 因为贸易本来就有进有出 那么不一定是打到了这个运输平台了 我们就这样讲好了 就中国大陆就可以压制美商一家 另外中国大陆并没有可以取代的对应的网络 所以我今天打击你也是打击我自己 那并不是因为我今天限制了某一家以后 中国大陆自己有替代方案 我觉得也没有 它只是让美商更为惶恐 然后希望美商可能透过自己的游说或什么 影响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 除了是那种小资的啦 像联邦快递那种 很小资了 很小资了 大陆的市占率不到2% 对啊 对 它 市占率低的当然是可以测试 卖武器给台湾的公司根本不理北京 因为它制裁不到嘛 因为它在大陆没有footprint嘛 没有那个脚印嘛 老师你来看一下真的 中美两方喔 美方是先把话讲满 做不做得到 再说 反正他永远会找到自己台阶可以下 墨西哥就是话讲很满 对啊 现在就没做了 对啊 那中方 他说墨西哥让步了 那叫做至少台阶下 讲满了 做不到 反正自己有台阶可以下 是他让的啊 那中方呢就是 我话不一定讲到满 但当中有一些无形的空间让 还没曝光这些 不管是可能受影响的公司什么 他们自己心生 可能会有些压力 这是操作方面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礼拜大陆还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 已经正式等于进入了5G时代 对于四家业者发照了 就说OK了上路了 这是个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40个城市 对 那预估呢 当业界预估 大约再过六个月的时间 市面上应该就会出现平价的5G手机了 那多平价呢 带人民币一到两千块就有 路易你来看 真的已经赢得先机了吗 其实 大陆这个5G的布局 真的是有点歪打阵扫了 我后来去看它的历史 它实际上主要一开始是要发展那个 比如说人脸辨识的那个全国的网络 就平安城市 所以它就到处盖基站 就是它的基站现在有35万 美国只有5万 因为美国的5G4.4总之间开始 那你基站落后那么远 你要新建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所以所谓的领先两年主要是指基站的新建 那因为中国它的体制的关系 它这是列出来就40个城市 然后四大运营商就直接就铺天盖地下去盖 所以这个基站可能很快就会超过100万 那这个大概全世界没有人追得到 你说歪打阵扫 不过这个时间点发造 也是某种程度要缓解 中美贸易的一个后座力吧 不 它事实上就是 它可以作为5G的最大市场 它就可以自己新建 而且它在run了之后 其他国家看到实际营运的状况 事实上英国这次不是开了6个城市吗 那就是华为的设备嘛 那英国接下来还有10个城市要更进 那也是华为的系统 那英国的电信收费 在欧洲算是比较便宜的 那可是5G坦白讲真的使用起来 那个流量是很惊人的 是啊是啊 它平均去测试 那个速度 最低的速度是190MB 然后最快可以到760MB 那有一些人手机是买卡的 他说瞬间就用完了 瞬间就用完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坦白说 建制是一回事啦 那最后那个电信服务喔 那个价格可以便宜到多少 所以不是手机的问题 是电信服务你能够便宜到哪里 你才有钱可赚啦 那就是你的base要够大嘛 那中国当然在这里是占先机啦 因为它随便 中产阶级人口也有三四亿啊 所以它如果把这个平均化的话 它的5G的月服务的收费 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 对对对对的 我刚刚提到了英国 英国已经基本上 这一趟川普去英国访问 重点中的重点 当然也包括了华为 希望英国能够跟美国在台同一边 不要用华为的设备 所以在中美PK的第四点 我们就来看 去拉队友 那川普选择这段时间到英国 希望寻求支持 那大陆方面呢 这段时间 习近平也能到了俄国 去寻找普丁 我们就来看英国这一部分 封杀华为的理由 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 川普挂在嘴边的就是 华为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造成威胁 这句话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天罗哥不陌生 因为川普说之前欧洲的车子 对于美国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让梅克尔 这让梅克尔相当不爽啊 你车子对你美国人有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什么 所以这段话 这一次川普载到欧洲 载到英国 他的话术 用国家安全威胁这个大帽子 扣在华为身上 其欧洲人了然于胸 知道 欧洲人根本不太帅 不太帅川普 不太帅 我真的是不满意 我讲一个 我讲一个最简单 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是 我们跟法国做情报 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以前 在汪静几时代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品弃掉以前 就是以前的时候都是讲 八股式的讲中国怎么啥 那等到我们那时候在的时候 是用实际的状况来分析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所以那一年等到收信联当局长的时候 他要到法国访问 我立刻给他连法国的情报局长出函了 结果最妙的是我们到的那一天 我们在他局长室开会 开完以后在那边吃饭 结果饭吃完了 我先跑到他的那个联络处去 一看 联络处那边摆了一盘 然后插着美国小旗子的汉堡 结果我就跟那个副主席讲 我说他们也来 不要理他 整个其实法国站在情报交换 他用这些来讲的时候 法国也好 欧洲也好 其实对美国的反应是非常糟糕的 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他们认为美国没有文化 这文化的部分 是他们根深蒂固对美国 而且所以你川普跑到美国去 的言行军国太堵道 跑到英国去 都被人家攻击 好等一下我要回来 继续救教一下天罗哥 你是情报单位出身嘛 那这一回美国就说 占用华为 我们美国的情资不跟你分享 这一点威胁到底有多大 我们回来聊 上段讨论 川普在欧洲 他的reputation 人员到底如何 天罗哥说 其实人员蛮差的 这一趟到英国 其实也闹了不少的笑话 我们当时看一下 来 这个 银色的马 这个是当时呢 女王跟川普一起在走到一半的时候 女王就停下脚步说 总统先生 你还记得这个吗 川普就说 我不记得 这什么东西呢 结果原来是川普 去年访问英国的时候 送给女王的礼物 自己送的礼物 自己都不记得 还好他的妇人梅兰尼 还记得说 这是我们去年送给女王陛下 您的这个礼物 川普来有点囚 囚报 囚报的事情不只一桩 很多 像是川普在街头 这个民国民众自己集资 让那个 尿布川普的 这个巨型的气球 再次出现在伦敦的街头 很多内容 包括他跟那个伦敦的市长 互相呛 对方是鲁蛇啦 对方是不配得 红地毯的迎接啦 等等 我相信如果身为他身边的 情报人员 他的维安人员的话 一定很痛苦 天罗哥 如果你做川普的随护 跟着他到伦敦 你会提醒他什么 我会提醒他 不要出去算了 不要离开饭店 不是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当然啦 英国的这个特勤单位 会配合 可是你每一次出去以后 要收什么效果 嗯 那个安全上的那个维护 他那是摆明的笑他嘛 嗯 就是说你空有那么大的架子 弄了一头金把 跟个小孩子一样 还包着尿布 一天到晚要拔尿 我们刚刚提到一点了 就是 美国这趟去 川普这趟到了 这个英国去 当中有部分 就是要联合英国 对于 华为要围堵 但显然目前英国是不买单的 那美国就用了一招 说如果你不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不封杀华为 还使用华为设备的话 那因为你用华为的 这是有安全疑虑的 所以我们的情职以后不跟你分享 这对于情报 用情报来威胁 杀伤的有多大 我跟你讲 我们在 我们在 整个的情报 国家情报系统运作的时候 唯一一个 没跟我们往来的 就是它的5G这个系统 从英国也好 纽西兰也好 澳洲也好 加拿大也好 那我们思考了各种方式 我们也从各个方面去试图突破 都没有用 他们都听美国的 那好 那美国的情报呢 他是按照他的需要来跟你讲 当你强的时候他听你的 譬如说 我们早期 我们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边界 我们设个个站 那是美国出钱 出所有的装备 那人员是我们 情报共享 我们先看 然后哪些给他 那等到 我们上任的时候发现 这个状况不能够全部押在美国 所以我们向欧洲发展 去独立的跟他们往来 那同样的 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收集 大家都是分享 可是美国 你不要指望他有太多 美国我唯一的 对他印象最深的时候 他要打利比亚的时候 来找我们 很早在半年 在一年前他就讲 他说你们在利比亚的人 回来我可不可以咨询 他第一个是问的就是说 你们利比亚那个人 那边所有的费用 我们来出好不好 我们说不好 他说好 那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跟他见个面来谈个人 我们说不好 然后弄到最后 他没有办法了 他说那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下 如果我们要打他 炸哪些地方 我们说你把你想要炸的那个单子 送过来 送过来以后我们给他 你觉得现在的 现在我们是完全没有能力去拒绝 因为我们的主动性 跟这种积极的作为性 几乎很多 不要别的 我就讲法国 自从我离开以后 他们做的是电讯的情报 电运的情报 大家不见面的 那就是说定期的交换 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有人员去受训 受训以后 可是你没有人去维系 双方这些关系 这些关系是沉寂下来的 那变成情报工作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投资 变成就是说 当我需要了 我需要的时候 人家怎么可能给 所以当你够强的时候 你可以说不好 对 我想请教一下伟员 因为这一次呢 除了用情报 作为一个威胁的手段之外 川普还提供了另外一个 你要打人家的时候有棍子 你要给人家好处 要给罗坡嘛 他罗坡也准备好了 因为他知道 英国脱欧之后 非常需要签另外一个 比较大型的FTA 那川普就说 那你英国脱欧之后呢 跟美国 我们可以立刻来谈一个大的贸易协议 双美贸易可以增加2到3倍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利多的红包啊 但美伊依旧是回绝了川普要求 一起去进华为5G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你怎么看 为什么美伊可以如此不买单 不这个英美的FTA 对双方利益都不大 因为他们这种先进国家 平均税率都只有3点多左右 都不是高关税嘛 所以降税能干嘛 所以可是对英国来讲 因为他那个通讯网路他要upgrade 有助于他其他体制的产业升级了 那华为的性价比最低嘛 最高啦 所以他就方便用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 就经济利益来的角度来思考 他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威胁的可能性很低啦 那当然你说情报分享 英国他至少他有军情六处 英国的情报系统也很强的啦 那情报系统坦白讲 有时候是要互相交换情报的 那你不给我那我要不要给你 英国是有筹码的啦 我是觉得影响比较大应该是德国啦 因为德国的情报系统就不怎么样 那德国现在又容纳了那么多的中东人 东欧人 还有从俄罗斯那边跑过来的人 那人缘之复杂啊 会不会在欧陆产生一些状况 嗯 这个恐怕德国他的掌握能力 我相信绝对没有美国 好我们就立刻挑出一件事情来反映 是不是德国也 这个时间点需要美国 因为 刚刚我也提到还包回点呢 因为英国当初公投脱欧的因素之一 就是要重返大英国协的荣耀 对 我既然要重返荣耀 我还被你美国牵着鼻子走 跟你大英一起来围堵 比如华为 或许也有些人是觉得不买单的 那是德国可能会需要美国的情报吗 因为现在有个报道说 德国打算要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对于美国来讲是一种表态跟修补 老师你先看喔 这是美国的网站写的消息 可靠性如何 真的会来吗 如果来的话呢 到底是为什么 是要修补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在欧洲这个国家相互的一个竞争之下 之前法国来了 所以德国也要来 大概四年前的 新加坡香格里拉 国际防务对话的时候 德国的防长就等于是很明白的 那个时候 美国叫做重返亚太嘛 或者是亚洲再平衡 那时候德国防长也讲了 就说德国在亚洲也有重大利益 所以他们不会在亚洲的安全事务上面缺席 那我不认为派军舰是 如果说是到军舰到西太平洋 或是南海或印度洋走 我觉得是一回事 如果把它专门讲说要经过台湾海峡 我相信不是刻意的 也不是做给美国人看 或者是跟美国打区域联防 说现在法国的航空母舰也到位了 这个英国的军舰也有 日本的军舰也有 澳大利亚军舰也有 我德国要来 就是为了表态 第一个我要讲的 跟台湾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 任何一个军舰都可以通过台湾海峡 因为台湾海峡不是内水 所以他可能传达某一种政治讯息 但是德国没有必要千里迢迢 送一条军舰跑到台湾海峡来 向美国表达意思 我觉得这个相距很远 另外就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以前 被追问的德国官方也都表达了 就是说他们目前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度解读就好 好 但是在台湾海峡 你刚刚提到了 如果军舰到南海跟西太平洋 跟到台海之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当然北京方面来讲 台湾海峡对他们意义 绝对也是不太一样 因为有太多各种不同国家的军舰 来这边航行 现在传出一个说法 大陆内部准备要引领两个步骤 让台湾海峡内海化 首先在大陆自己国内单独立法 制定这一个规范 来防范其他的船只经过 必须要有使用权 那国内立法完成之后 再来推动约束 约束力更高的 国际海洋公约当中的国际法规 请教天罗哥 你怎么看这事情 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 这个法会不会就算是立了 也是放在那边用不到 好比说反分裂国家法 也是有这个法 但是因为这个法要使用的话 是建构于很多国际关系之内的角力 才可能用到 目前为止看起来 就是有法但是没办法用 你怎么看 我认为对于中共提出 这些问题来的时候 是我个人如果解读的话 我认为他是会做的 他先从国内立法开始 他国内立法并不太难 但是国内立法以后 如何把这个法的位阶 拉到跟国际海洋公约这些 去做连结 是他们要下功夫的 那这个功夫下了以后 他会去做 一步一步做 那做了以后 什么时候拿出来用 这才是重点 就像他每一个他订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弹性Range很大 好的时候没事 不好的时候他拿出来用 他与法有据 这个其实是两面认 因为立了法之后 你可能对于一些大陆自己内部的一些情绪上面 你有了一个交代 但是有的法法在那边 如果其他各国的军舰再来经过 而你不用的话 会不会有另外一层更大的压力 他不用的时候 他就不拿出这个法来 就是说 就像以前讲 他说反分裂反分裂台独的时候 当他这个法立的时候 你跑到大陆去 如果说你今天 就像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宣扬的 到现在没有放一样 他根据这个法 他就把你逮起来了 那是不是每个人到那边讲说 我反对中国大陆的时候 立刻被抓起来呢 不是啊 法是一个基础 所以 他能够这样子走 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 他的目的还是在对付美国 对付美国 当我把这个法立完了以后 你将来怎么办 如果真正吵起来了 我根据这个 然后我在那个国际法庭 海洋法庭里面的话 第几条第几条 跟我这是可以连接 建联的 因为你承认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中国一部分的时候 就是说包括海啊 他从这个角度去推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 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 是应该去开国安会的 去想想我们怎么去面对 怎么破坏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武器 限制技术知识出口 那大陆方面的相对应的做法是 限制稀土出口 这两点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稍微略带过一下 稀土的部分 美国商务部有个最新的说法 说要采取空前的行动 确保稀土的部分 是供应无余的 媒体也有做报道 那现在的美国去 非洲的矿场 要找即刻救援 但我们也知道 稀土要开采 要真的成为供应一个产业链的话 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愿你来看 美国去找到非洲的矿场 动作是有 但有实质内容帮助吗 不 当然美国也有被料 就这个好像华为有被料一样 是 那一般估计都是 被料应该有半年左右 那我们就是假设说 中美有关这方面的限制出口 还继续打半年以上 而且是稀土一下禁运 就禁运半年以上 那这个大概就鸡飞口跳了吧 因为这个 我很难想像 中国禁运稀土 运到美国禁运高达半年以上 很难想像原因 很难想像 因为 美国现在稀土 我现在 中国现在稀土的产量是80% 全球占比 那 美国的稀土当然很多 是由加州那家公司 进口稀土原料 然后在那边做加工制造 那 就是中国如果出这张牌 那美国一定会被逼出另外的牌 哪以预期的另外的牌 因为这个对美国影响太大了 太大了 而且影响到它的军工产业 所以我认为它 就不会只有你讲什么 限制技术知识出口这样而已 那太轻了啦 那不是立即迫切 中国大陆这几年在非洲的深耕 美国想要去介入找非洲的矿场 对 你觉得难度 比过往更高吧 当然更高啦 可是 它事实上要找 我认为 应该是找不到 比如说也有人讲到北韩 那 日本也有说它在海底找到 可是要迅疾开采 我认为在两年都看不到 所以 如果真的中国打这张牌 那大概就是美国也要用极限牌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西鲁会是最后的牌 这个牌绝对不是说什么跟华为 脸书可不可以用啊 这不是同一级的 是完全极限的 是极限级的 是最高级的 最大一张鬼牌了 我认为是 好 我们就做后续的观察了 等一下回来带你看的是 还包括了跟台海之间也有相关的话题 除了解放军最近试射的巨浪三型 这个潜艇导弹之外呢 台湾跟一些周边的国家关系像所罗门 这个要不要断交 居然对方想说 一百天我做决定 这是国际有签利的吗 等一下请叫黄教授马回来 台湾的对外关系 最近一个焦点话题就是所罗门 他们自己选举 刚结束不久 新任总理 就在不断的考虑 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对于这一点 他们的外交部长做了一个谈话 这非常有意思 看全球的邦交这个关系 很少有放话给时间日期的 就是你可能要断 我们每次都是到了前一刻才知道 但现在所罗门跟台湾讲说 是否要承认中华民国转而成胜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一百天之后决定 怎么会给一百天 要跟你分手也先跟你讲说 我一百天之后 就会告诉你 我要不要继续跟你交往 有这种事情的吗 老师 大概等我们初选结果吧 其实一百天应该 如果真的是很严肃的提出来的话 应该是跟我想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就是所罗门内部的政治日程 比如说一百天之后 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或者是会有什么样 国会有做成什么样的决议等等 或者是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跟美国之间 还需要时间磋商 大家不要忘记记不记得 我们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第一次 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一起见面 除了那个以外 新闻还加了一则说 共同会见南泰的 我国友邦的代表 如果那个时候够敏感的话 应该可以已经闻出来好像有点问题 我们跟美国人提了 然后美国人说我帮你叫他来问一问 那是不是就正义国啊 就是 所以 所以从幾乎是三四个礼拜以前 他这个顺流过来 我们再看这一百天 就应该有相当的警觉 我在这里要替我们外交部的同仁说一些话 因为职业外交官一定是努力到最后一分一秒 绝对不可以在公众的场合先透露出来 这个邦交可能会有问题的部分 但是他的部长会直接对外发言 对 对方可以讲 我们的部长 我们会 对我们部长也会 但 就外交部 昨天发表的这个 这个 正式的记者会来讲的话 确实 就是他里面的不同的政治势力 现在还在盘整 还在角力 那么 就外交部的说法 目前有台的部分 还略据上风 所以他们还在努力 所以我觉得从 其实从今年春天开始 包括我们外交部次长 必须要赶去南太 譬如说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到美国 还要特别针对南太的部分 我相信 这些警讯应该是一直就存在了 因为他会有后续的相关骨牌效应 对 这么多的倒国 但是维宇你来看 刚刚老师提到的是 索国自己内部 他们那个角力 但在他们内部之外 中 澳 美 也在角力当中 因为包括你看现在 澳洲公开承诺要提供1.7亿美元的 金元分10年做拨款 但这个数字 太小了 索罗门没有说yes 是 到底怎么 好这100天当中 如果外部的角力的话 会怎么样一个运作 你记不记得巴拉玛那一次跟我们断交 跑去大陆那边 我们这边也有做一些承诺 可是 相对大陆实在是太小了 巴拉玛跟大陆的贸易金额是台湾的23倍 那我不知道索罗门状况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承诺要来你这一边 盖一些大型的计划 那那个金额一定是空前的 以他在非洲的处理模式 而且他确实也把这个地方做战略考虑了 因为他想要进来南太米亚 而且我们也知道大陆在澳洲布局的很深 澳洲最近也出了一些书 就反中国的影响力 那本书在台湾也翻译了 你就知道他对把澳大利亚看的布局之深 那更不要讲澳洲的周边 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不只是经济问题 事实上还要看 美国跟澳大利亚对他的 国际的战略布局押多重 如果押得不够重 我认为就会被拿走了 因为你去想一想 连巴拉玛美国都守不住 巴拉玛就在美国旁边 那我们那时候看到巴拉玛居然会转向 我们有个人很惊讶 说那美国是在干嘛 连他们家后院他都守不住 那如果连巴拉玛他都可以这样 那这个离他那么远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帮澳洲出这个头 所以我觉得变数确实存在 那就要看他在美国 在印太战略当中布局所占的一个比重 对 因为如果说刚刚那个印太报告 他不是说有四个铁哥们的伙伴吗 居然还包括蒙古 我看来我都快点 我都快眼镜都快掉下来了 印太为什么会有蒙古 怎么会有蒙古咧 Why 而且蒙古是内陆啊 他怎么出来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连这个都列进去 那太奇怪了 怎么没有越南呢 我刚才其实有想要提这一点 但是聪明如委员都讲不透 那我提也是白提了 我想说这个蒙古是我大概 知识太浅谍了 我看到蒙古我都 不错 不过重要的是 这个所罗门 请教一下天鲁哥 因为 台湾一直在印太战略的初期 川普抛出这话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在思考 台湾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然蔡政府是非常积极的 那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态势就是 台湾 台湾是被美国纳入在印太战略当中 一个partner 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个相关的文件 那变成印太战略当中一环的台湾 优喜参半 你可能美国对于台湾会更好 但是相对应来讲的一个可能的压力 就来自于北京对岸 你觉得包括最近这一个 美国要对台的一些军售 像MIA2战车 金额总金额620亿 这个军售案 美国方面的解读说 是进一步来间接刺激到了北京 你的看法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安全 有更加进一步 还是把我们带到更 不知道的一个风险当中 我觉得在整个的印太这里面 特别反映出来的就是南太岛链的争夺 南太岛链的争夺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它是在反你的印太战略里面的 第二层的突破 那这一点的话 它会加大力度去做 包括针对澳洲 这部分 它的军舰去到那边 那都是一种百态 可是百态里面 已经牵涉到实际的行动 我个人认为 它会在南太去加深力度 来钳制美国的这个印太 那美国的印太里面 又把这个蒙古列入 把列入这几个 把我们列入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最近才有的 以前的时候哪里把你列入 那最近是因为摆明了 他跟美国的川普跟中国 在贸易战方面打的同时 他放任国防部去挑 不管从军舰的航行这些 国防部一路的走 一路的挑 在挑的当中 那加上蔡英文有这个选举的需要 所以顺势的拉进来 顺势的拉进来 拉进来以后 其实你买的这个 这个当然这一批的战车 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以前太过时了 而这一批的战车 它是改良型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跟美国同步 那美国同步的时候 美国同步的时候 你的问题来了 你的整个的系统 后勤补给跟使用 那我们比较糟糕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申请的时候 就讲说 我只能用做近距离的防卫用 其实这个战车 还有更大规模的能量 能够去展现它的实力 我们把自己绑住了 那你弄这些战车来 基本上如果拿我 我个人看这一段 这么近年来 整个的战争形式形态的发展 它是根本没有用的 反而后面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接着下来 到年底的这个M16的改良型 也是花这么多钱 F-16 F-16 那中间其实 反而那些飞弹来的管用 包括那个 包括针刺的 以前我们只用在船上舰上 这次是用在个人监设 个人监设干什么 就为了保卫小鹰的安全 怕到最后跑的时候 来个飞机 怎么去打这些 所以我们其实真正欠缺的是 对国防整体的规定 这些坦克不是反登陆用的吗 反登陆 现在谁在跟你打登陆 上面的电讯一空 打掉你一个核能核能站 你全部瘫痪了 索罗门真的好 然后那么多的五人兵机 你一架 他用一个五人兵机 对你一架的坦克 花得来啊 索罗门真的值得 必须做一个关注 因为台湾的邦交国 没几个的 甚至十几个当中 有好几个都是南泰比较 这个算是最重要的 索罗门是南泰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如果真的是观察嘛 如果他真的 后面会有多少个 这真的比较好来观察 好 等一下回来带您看的是 这个周末 蓝绿的初选 初选都到了最后一个 激荡的关头了 回来聊 连续两个周末 韩国瑜都有大型的造势 这个周末是在花莲后山 那我们知道 上一回在凯道凝聚的人气 有人说数十万 但是最后的正确的 官方数字 警方也没公布 那今天下午 在花莲这一场呢 主办单位要号召十万 花莲人口才三十多万 要号召十万人到花莲 其实本来就有些难度 包括了端午廉价 车票早就卖光了 然后这个宣布的时间 也相对比较短 到我们下午 在录影的时间 举办单位对外也表示 到了现场聚集的人潮 是破了三万 后面数字有没有更改 可以看我们各整点的 一个新闻的时段 来 我们先问一下委员 凯道的人气凝聚之后 我相信他的那个 话题的发烧的程度 不管在网路上面 或者在政党的评估上面 都有在持续了 贵党怎么看 韩国瑜的人气 你们蓝营锁定的对手 会是韩吗 不 目前是 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 现阶段蓝营第一名 就是对比的对象 那因为我们6月10日到14日 就要民调 那目前还是韩国瑜 不过韩国瑜 他在六一凯道造势 虽然人很多啦 那可是他的民调 并没有上升 那主要就是因为 他出来的人还是老面孔 就是韩粉啊 军工教啊 那还有加上地方势力 比如说张荣卫 萧锦田 然后还有傅昆奇 那这一次去花莲 我认为还是老面孔 那这个就构成了韩国瑜的困境了 所以就民进党假如来讲 韩国瑜没有再进一步构成更大的威胁 没有 他大概就在那边了 对 就是说他的凯道造势 凯道造势这一场一定是人最多的一次啦 因为其他地方都不可能超过 所以威胁的不是民进党 威胁的是他党内自己其他的对象 我觉得郭台铭恐怕看了也是松了一口气啦 因为等于就是说 中间选民 年轻人 并没有明显站出来嘛 那这样就变成 而且王金平因为刚宣布推出初选 那王金平的支持度 事实上一直都很稳定 大概是10到15之间 那当然就是王金平如果最后做动作 说比较倾向谁啦 那这10到15%倒向郭 那就是致命的 因为韩国瑜并没有领先郭到10% 韩国瑜大概领先郭5%左右 那我就直接问这问题了 因为时间不会很多 那他趴数会流到哪边去 不 我觉得王金平那些人都没有离开 都稳定在10到15 那就表示这些人会听王金平的动向 那如果王金平做出动作 说希望大家支持谁 那当然就留下那个人的可能性会变高嘛 那就您在政坛上面的这样一个历练 就您在立法院跟王院长这样的共识多年 你的观察他最后可能会表达 我坦白讲国民党内部的高层 真的有一种氛围啦 就韩粉在讲卡韩也不是 谷中生有啦 就他们有一种氛围就是说 就郭王合作吧 郭王合作 然后朱立伦你准备组阁啦 当院长 郭王配朱立伦当院长 这个是一种说法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王 也许可以当监裁院长 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 可是总之也是郭王合作 好了 委员间接回答 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但不会已经解答了 就是就委员认识的王金平院长 就委员跟他在立法院共识这么长的时间 你觉得最后的结局的脚本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性的 就是王金平院长 他的支持度会流向郭那地方 好 我今天请教三位来宾 今天第一次帮我们举个圈纱牌 王金平到这个宣布 不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那他到最后会不会脱党自己选 你认为会不会 yes or no 会脱党参选吗 都不会 天都哥你认为就是最后 他在那一个高度 就由他支持哪一个人的动向 成为他最后更大的一个政治筹码 对 因为他整个走下来 从开始就说讲话 王金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从来没有把话讲死 包括他这次说退出这个初选 让这个所有五个人都错 那这也反映出来 国民党在党中央这一部分的老话 跟完全没有一点警觉 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 根本没把王金平放在眼里面 认为说他再怎么选也是一个表态而已 但是王金平自从宣布不参选以后 海阔天国的空间 很少人这样的 我宣布不选之后我的影响力更大 这个是安全 蛮更大的 不都这样 因为你参选的时候 大家都要打你 那你不选了大家要用你的剩余力量 而且王金平推出来之后 他剩余力量能够发挥的空间 比他之前还更大 更好可以翻盘 更好可以翻盘 而且他那些人是他的始终者 他长期经营的一块 天都哥回到一下刚才寒流这个现场 你觉得因为很多政治评论员都觉得 连续两个周末办大型的造势活动 其实是有一种消耗了 你怎么看 我个人倒不认为它是一种消耗 而是含在战术上的一个作为 因为从611的凯道集结以后 他取得了两个制高点 第一个制高点 他把中华民国的旗带在他的头上 那虽然说郭台铭在出来的时候 也是带着国旗 可是他在整个论述补强跟加强的部分 并没有去做到 他战略上应该有的 他周围的一批人都是高手 但是没有一个整合的战略上的人 韩国瑜第一个抢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第二个 他在这里面成功的把红色的记忆 凝结在红三军的时候 反贪腐 然后第三个 他做的这个动作 从台卫完了以后 花莲 台中 云林 高雄 这样子一路做下去的时候有一个作用 我已经做了 你们谁还能够再做 你们谁做的场只要比我的弱 比我的小 你就输掉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阶段的所有的动作 是在打党内初选 党内初选在战术上他是成功的 党内初选就要到十几万数十万人 这样的一个场面跟规格 这个那如果在真的蓝绿PK或加柯文哲的时候 那场面要搞多大 老师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回到王院长这一部分 他说五人小组跟他见面 他宣布不参加初选之后 五人当场有稍微错误一下 你觉得是真的有错吗 因为他说后来又谈笑逢生的聊天了 我自己没有在场 那么我觉得五人小组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他真的会就是 退出这个机制吧 其实沙涵推演五人小组 会没有推演到这一步吗 当然会有 我觉得有想过 我觉得这几个人啊 真的是 你说这五人人不会想到 对对对 如果我 而且听话的有三个人 可能外面的人有想到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没想到的话 就要打屁股 委员这句话精简 就是外面可能有想到 但这五位可能 因为有三个听话的 两个在打自己算盘 因为我是做兵器推演 可能我真的是旁观者 就是说没有想到的要打屁股 因为他就是scenario之一嘛 我觉得错误完以后 要谈笑风声 是为大局着想 王院长 其实就很多知识界的人 大家都看他的民调 也都知道 如果照任何一种初选办法 他都不会出现 而他又一再的对外宣称 他一定要弄到底 而且名字会在选举公报上面 那所以你就去想了 所以监察院长不会在公报上面 公报就有政副总统嘛 对 所以你就是说你不用政治系毕业的 就是你看一看报纸 这样勾一勾 大概可以勾一个图出来 所以 郭王配 我不敢讲郭王配 但是王一定会算好 他在这一场到明年1月11号以前 他站哪里玩哪里 所以很多人说他脱党啊 跟别人配 他脱党就不是长老了 他在 只要在国民党里面 他不当总统也是长老 他讲话就算数 就好像包括 他可以swing那个10到15%的 票一样 变成所有要当王的人 那是kingmaker的 对 要当king的人 不是当王 要当king的人 要去找kingmaker 相对于我们来看一下绿营的部分 在周末有受人瞩目的就是 蓝星人跟蔡英文 政见发表会 先请他三位来宾 政见发表会会影响初选的结果吗 yes no 不会 其实台湾很多电视辩论 基本上都不影响真正投票意志 或者是民调 那我想请教一下 天投哥你来看好了 因为刚刚蓝英的部分我先请到委员 绿英的部分我请教你 相对 好 来 你觉得这一场 政见发表会之后 马上下礼拜就要进行民调 那不管任何一方输 如果是小输 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民调 之前所有民调综合起来 大约都是大概差个几% 3% 4% 那如果说最后的胜负 是在3%左右的话 任何一方会真的买单吗 我觉得那个 赖清德会买单 我觉得小英赢定 因为 你说小英赢定了 赢定了 而且因为现任的优势 而且他所掌握的权力 跟他这一阵子选举以来的步骤改变 跟他自己讲自己拉台妹 然后拜庙拜成这个样子 然后 主要他的这些来源的时候 他从网络声量这些 我个人很清楚的 他动用的国家资源 动用的多少 但是只是媒体被他控死了 他隐定 因为 这什么叫主场优势嘛 打篮球就是这个样子啊 主场优势 那赖清德知道自己是输定了吗 赖清德 他从来不认为他会输 他认为他一定要坚持 要走完 这是他的个性 这是两人平行时空了 对 因为我去 我有一个好朋友跟他还蛮熟的 去问问他 他从当初出来 从台南开始的时候 他的个性就这样 但是 也有他可爱的地方 他坚持不插旗不弄 然后 这一路选下去 明明知道不可为可 但是他仍然坚持 其他委员 党内有没有任何一个 沙盘推演 如果 小英是输的话 没有这种沙盘推演 没有这种沙盘推演 不会发生了吗 你去看这文章 就能找